8月29號河南多地連下20小時以上暴雨 該省15座大中型水庫水位超限 鄭州還發暴雨橙色預警 不僅有隧道再度因為積水封閉 行似瀑布噴發 還有影片顯示 洛陽市新安縣居民小區附近公路 突然出現大片坍塌 嚇壞不少行人 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國蔓延 中共為防其政權合法性被質疑 連瘟疫一詞都要封殺 中國一款手機遊戲疑似未通過審查 將台詞中所有的瘟疫都改成痔瘡 製造出荒唐對白 例如我住的小山村爆發了一場痔瘡 人心比痔瘡更可怕等台詞 不過作家蔡宜成感嘆 宛如1984真人版 苦笑的背後是悲哀 709大抓捕案中 被中共當局判刑四年半的 北京人權律師王全璋 去年曾郵寄申訴材料給天津市高級法院 但被無端拒收 日前他到天津高院現場提出申訴立案 指控審判程序嚴重違法 要求重審 改判無罪 中共官媒8月29日消息 中共前政治局委員 博物院副總理江春雲 因病去世 終年92歲 他曾因支持中共六四屠城 而受到鄧小平的賞識 並進入試圖快車道 而他和妻子前央視主持人桑霄 在美國定居消息 及相關照片 在被網友翻出 京韓人亞太電視 終理報導